救护员火速到场现场有人溺水需要急救 赶紧将人推进医院 患者身上还穿戴潜水设备 他是一名来自台中第五大队的50岁张姓消防员 原本休假和三位同事相约 自费组队到墾丁做潜水训练 没想到下水后大约8点被团员发现 身体状况不加溺水 8点12分拉上岸进行CPR 8点41分恒春分队回报 送一级就打了强心针 过程一度恢复呼吸心跳 但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遗憾的是下午2点多 最终家属放气急救同意把管 恒春镇台电河山厂出水口 溺水民众引拉上岸 出动恒春分队救护车一撑两人千万 根据了解在场的潜水教练指出 张姓消防员一直说吸不到气 疑似是过度换气将人带上岸 当时生命迹象都还正常 但拔掉呼吸气过程一直呛水 后续便失去呼吸心跳 有时候是看起来是蛮平静的 有时候就有浪 水费的上课 一些之前的都会过去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 目前在家属安排下 已将遗体送回彰化 也会向消防署争取从优抚恤 根据了解张姓消防员是张化人 投入消防工作33年 内外情精力相当丰富 利用收假自费参加浅血训练 却不信溺水让家属和同事都万分不赦 记者黄明君张体育台报导